你不要管我啦 烦死了一直念念念 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好 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心里话 就在小大人和大小孩 欢迎来到小大人和大小孩 用不同的视角说故事 我是主持人Vivian 今天呢我们要谈论的主题是 原生家庭 不知道每个人在原生家庭的关系当中 和家人相处的如何 但是原生家庭在我们人生中 一定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影响 不论是我们学会怎么去爱人 或是学会被爱 甚至是原生家庭会带给我们一些框架 甚至是伤害 当然诸如此类的影响 有好有不好 那今天呢想要邀请一位来宾 是问玉 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 嗨大家好我是问玉 OK 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原生家庭 当然我们在学生时期和现在这个年龄 一定有很多的变化 所以想来了解一下问玉在自己的和家庭的关系如何呢 嗯其实我都会跟大家说我有一个官方宣称的正常家庭 什么叫正常家庭就是看似好像父母都在 然后又有爷爷奶奶 然后甚至还有姑姑可以照顾你 然后又有个姐姐 那很多人都觉得 哦那你家庭蛮幸福的 然后我对外学生也会这样说啦 但你知道大家的家庭关系都是这样吗 就是跟大家说 哦还不错啊 然后私底下是有很多 很阿杂的事情 是 但总而言之就是家庭关系其实还算不错啦 嗯哼这大概又是一个对外学生的方式 是 OK 就是那想了解那时候学生时期到现在 你对家庭的认知还有什么差别吗 其实我在以前的时候 应该说我这个人其实是很需要跟朋友 就是有一群社交的朋友 然后我妈都说在学生时期的时候 我好像把家里当成一个旅馆 就是我只回家吃饭跟睡觉 然后就是 然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妈挖出去哦 然后我今天去哪里哦 我要跟谁出去 我要去吃星台 我要去吃宵夜 然后妈那时候熬去吧 那所以我跟我妈的关系其实像是 从学生时代到现在一直以来 都像是朋友的关系 然后那我爸是担任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他就是一个权威型 就是他会负责告诉你说 那你九点要回来 你九点帮他回来 然后你就会开始跟他讨价还价 是 那他其实就是一个 有点像是家里的黑脸的角色 那姐姐就是帮你冲锋陷阵 就是因为他其实有时候比我还叛逆 所以他就会先帮我试试 这样子到底可不可以 就譬如说他就跟我爸说 我要跟同学出去过夜哦 我要什么 然后他就开始被骂 姐姐做 姐姐做先做过了 对 然后我就是 哦那他可能不能这样讲话 然后换我的时候我就会换一个方式讲 然后通常成功率就比较高 所以我姐妹就觉得就是 好像他们都对我比较好 但是就是因为先看他就是开先喝 所以你就比较好去 就是去找到正确的方式跟他们沟通 是 那在你刚刚有前面有说到 就是你在青少年时期会比较多的往外跑 然后可能跟同侪的相处 你会比较多花心力在社交方面 那有没有跟原生家庭带来影响有关系 因为其实有很多的青少年是 因为不想要跟家人相处 避免跟家人相处 所以就是离开家的时间会比较多 然后甚至是在同侪的相处当中 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等等的 那你自己在原生家庭有什么带来的影响吗 我觉得说没有影响一定是不可能的 甚至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 在我长大后回去看 就会发现他影响的比我想的还要多 甚至是我都照着那个所谓的框架 家里的框架去走 我其实从小都蛮不喜欢我爸 因为就会觉得他很烦 他一直管东管西 然后好像我在乎的他都不在乎 例如说我很喜欢朋友想要邀请同学来过夜 或者去同学家过夜 但是他总是第一个否决 他就说为什么要让外人来我们家 然后就是他好像把家里面成一个 堡垒 就是你不能让任何人来进入这个区域 但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那些人不是外人 他是我的朋友 是 可是这件事情很有趣的是其实投射在我爸身上 我在做的事情跟我爸一模一样 我爸他其实在当兵的时候因为车祸 然后就就是下半生是算瘫痪 然后他只能在家里做轮椅 所以变成说他常他要社交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 请别人来家里 或者是请我妈载他出去 这样讲才其实蛮讽刺的 就是我每次出去跟朋友玩 然后他都会说就是我好像都在外面流连忘返 然后都不知道回家 可是他自己其实也在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这样就会让你觉得更 更烦就是凭什么你可以做 我不行 然后就会去加征那个 跟他的冲突 是 刚刚有说到从前爸爸做的事情反映在你的身上 就让我想到你们刚刚你跟我说的一个对话 就是你说你会把这样子的家庭的一个形态 就像爸爸可能会把家庭就好像当做一个堡垒 然后好像不让别人进来 那有没有反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你有没有也是好像不让外人进来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多半的人好像从前我们多么不希望父母这样 有时候我们自己怎么自己也会这样 其实我们不愿意 但你的故事在堡垒这件事情上面 就是说不让外人入侵这种防御性 你是怎么看呢 坦白说就像你刚刚说的 我们所有人都会希望我不要成为我讨厌的那个人的样子 可是当你回过头来你在走的路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其实回到我身上 我其实在大概大学的时候 然后就突然发现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堡垒 当然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成家 所以对我来说那个堡垒可能不是家庭 但他就会是你的同侪 就比如说特定的朋友组成的一个朋友圈 那当有新人或者是别的人想要踏进来 甚至你会觉得这个团体的时间被剥夺的时候 你会就是我会才能跟我爸一样感觉 就是为什么要让那些人进来 然后我们不是好好的吗 是 就是对就是真的是一模一样 其实这就是一个在找寻自己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有时候是很挣扎的 有时候这个过程里也是真的不是那么那么的容易 不知道各位听众们 有没有也是有相同的经历 在找自己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里面 发现原来我们内心这么的 这么的刚硬 这么的排斥 这么的硬 就是有时候人家说 你怎么看起来很难相处很难亲近 有时候或许不是我们真的很难亲近 有时候就像童年的你 你可能希望朋友可以来家里 可以多多的亲近 但长大了之后发现 也不是随便的让别人这样子的亲近你 所以想了解问遇在找自己的过程里 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和困难吗 找自己的过程这个就刺激了 怎么说 这个就要从我国高中的时候说起 就是刚刚说我是一个很重朋友的人 甚至我自己的对我自己的形象跟塑造 还有甚至我这个人的组成 我靠的并不是我自己 而是别人给予的称赞 跟别人怎么看 我是用我以前其实用这样的方式来组成我自己 所以别人说 这群朋友对我来说很重要 因为他们肯定我 他们看到我 甚至是他们觉得我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就会想要成为这样的人 然后在这样的过程中 其实就会跟家庭有很多摩擦 因为我想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找自己 所谓的找自己 也就是跟朋友相处 然后去找到那个 我这个人 那其实发生最严重 就是跟家庭最大的冲突就是 我那时候 因为就很想要朋友来家里住 然后我就选择先跟我妈讲 然后我妈说应该可以吧 但是你要再问你爸 然后我就在当天 带着我朋友 然后去问我爸 在你爸的面前问你爸 对 OK 那对他来说 就这样刚刚说的 他就是一个 爆雷 那这样的情况是等于是 你灰冰城下 你在他的城墙底下 然后叫嚣叫他开门 那你爸是很尴尬吗 还是很 就是直接表达他的意见 他一开始就是有点小不爽 是 然后就说你怎么可以先这样 带人来 然后才跟我商量什么什么 然后 那其实过程中 就一直去跟他讨价还价 然后他最后说了一个字 他最后说了一个词 然后我就爆炸了 他就说你这样根本就是先斩后奏 然后我就说那我如果先讲 你就会同意吗 然后就开始跟他争论 然后争论到最后 争论到最后就是我爸说你出去 是 然后 对你知道 然后 那尴尬了 这下尴尬了 对 那我个性就是一个很冲的人 然后就说好啊 你就真的出去 对我就说 那大不了不要回这个家 然后我就啪 就是戏剧 你知道那个电视上都会演 就是甩门出去 我就真的这样做了 哇 然后超荒谬 然后身上没有钱 然后就跟着朋友 然后朋友就说 还是我们去 我们去睡教会 对那时候其实在教会的营队 是 对然后 呃 那就是他们就跟着我 然后就说 还是我们回去睡教会 然后你知道气头上吗 我就说那你们就是 我就好生好气跟他们说 那 呃 今天可能就要麻烦你们睡教会 那他们说那你呢 我就说 我想出去照顾 哈哈哈 你知道就是完全没有心情在营队里面 然后 我就 从 我不知道大家对距离有没有概念 我从 美轮 就是走到 吉安的麦当劳 是 这路程大概几公里 是 然后这样慢慢走 然后 最荒谬的是走一走之后 然后我奶奶就骑着摩托才来找我 哦 最后是奶奶出场 诶 但是这件事很好笑 就是我奶奶来了之后 他不是说 阿你就回家 给你爸道个歉什么的 嗯哼 没有他是给我一千块 跟我说你要在外面自己照顾自己 太酷了 真是太酷了 这个奶奶太酷了 超酷的啊 然后 我就拿 我就 拿下一千块 所以你不打算回家 你只要继续拿着那一千块在外面过夜 你知道如果没钱的话 你搞不好还会摸摸鼻子回家 但是他都给你钱 OK OK 嘿嘿嘿 对 你就直接助长你 就是想要 哦好 那我就出去走走好了 那你在外面混了几天 我在当天 然后后来去 呃 网咖 然后 因为我手一块没电 我就去网咖 然后 面我朋友说 诶我可不可以去住你家 他就说可以 然后他家在哪里 玉璃 超级远 超级远 然后我就从 网咖移动到火车站 然后坐火车去玉璃 然后在他家睡一天 然后我还没带任何衣服 所以跟他借一套衣服 然后就当天就把我衣服洗一洗 这样 然后他 然后就过了一天之后 然后再从玉璃回花莲 然后继续带银队 所以我在银队前了一天假 我就说那天我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待了下去 对完全没有办法 然后 隔天就回到银队嘛 是 然后银队我就住在教会 然后结束之后 我就 去带了另外一个银队 也是差不多一个礼拜 是 然后再去朋友家住一个礼拜 哇哦 所以这样算了算了算了我差不多半个月 以上 没有回家了 对 快一个月没回家了 那你爸爸有担心吗 哦 我爸完全是跟我就是 完全没有话聊 然后就我妈会说 啊你要自己路上小心 然后但是我就跟我妈说 就是 哦我要去拿 就是 我会跟我妈报备行程 哦那要怎么报备 嗯 因为 我 那个年代是有手机的 哦那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有想象中那么 那么那么年长 我应该是没有拿那个 黑金刚的那个年代 逼逼扣吧 对啊 只是因为前面是 会去网咖 就是传讯也是因为 就是手机没电 嗯 是 那其实平常 就是还是会 传讯跟我妈说就是 哦我要接下去哪一代 应对 然后 就就有点很有趣的是 我妈不会劝我回家 她会觉得 这是我跟我爸 需要去克服的关系 然后她也知道 我其实需要时间去 找我自己 是 所以在这个找自己的过程中 我妈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 她有点像是 润滑机 嗯 是 就是去调和中间的过程 然后我爸有点像是跟我走在堆里面的人 但是 现在来看 其实我只是在走 她 走过的路 哦 就是因为个性真的很像 然后 都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所以反正 中间最大的冲突就是这个事 可是 后面会慢慢 去发现说 呃 再怎么样 其实妈妈都是一个 就是对我来说 我会产生一个 家庭里面的妈妈 好像会无条件支持我 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 呃 她不会一昧地否定我 然后说都是我的错 呃 她是会让我 给我自己时间 然后我需要的话 就是一通电话 她就会到 对 这是 但是 我觉得 呃 人生中如果有这样的人 真的会 让你比较容易去找到自己 是 在找自己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人经历的 都不太一样 然后 我觉得每个人在找自己的过程当中 多半都会有那么 一个人的出现 是让 你成为 找自己的过程当中 最好的一盏灯 它可以 帮助你 呃 照亮你 找到你自己 其实这个路程 其实你就不会觉得孤单 可是在那个当下的自己 你当然会觉得 呃 我就是一个人 比较有点一意孤行的概念 但是 你 长大了 等你成熟了 你回头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哇 原来 那一盏灯有多重要 那一盏灯有多么的温暖 那刚刚有讲到就是 呃 你在那时候 跟爸爸 就是 直接 出门 你就离开家里 接近半个月以上的时候 你有去 住教会 那你是怎么样接触这个教会的 应该说 怎么认识这个信仰的 呃 应该先说 其实 我不是 我不是一开始 从出生就在教会 我们家是佛道教的信仰 也就是 要烧香拜拜的 哦 那你的家人会同意你去教会吗 一开始其实会觉得莫名其妙 但是后来其实会很支持我 是 那 这件事情简单要说到就是 我有一个 从小玩到大的学弟 小伟一岁 然后 我们小时候假日 不是在他家 就是在我家 就是只有这两个选择 然后 那有一天他其实 他妈妈就问我说 你要不要跟 他 然后一起去 呃 一个教会参加一个活动 就是每个礼拜六的下午 会有品格 学员 哦 那个年代有品格学员 就是 主日学的前生 是 然后他就问我说 你要不要去 然后 那 因为 因为我 呃 就是能够跟着他们 然后一起继续玩 然后只是换个地方 就觉得 好啊 有什么不好 对小朋友来说还蛮快乐的 对 然后而且他因为 他们又会带我去吃午餐 然后又吃了还不错 那真的还蛮开心的 真的 以前都去吃王祭耶 哇 真的蛮开心的 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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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的一些那种什么团器或什么真的都有很多典型 真的 然后 但其实就是呃因为食物然后加上有朋友 那你就开始去 那去参加这个品格学员 是 然后大家可以去参加看看 然后就去了 所以其实我是先从去青少期开始 才慢慢开始去 呃主日礼拜 嗯 是 那对 那我其实对这个信仰真正开始扎根是从 呃就还借我说 呃我是需要从别人身上找到我自己的人 对 那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我有一段时间 基本上可以说是犹豫症 呃就是我会很低潮 然后我会不断去否认我自己 然后想要把身边所有朋友都赶走 是 所以觉得这些朋友只是 就是我只要呃做一些伤害他们的事 伤害他们的话 他们就会离开我 那我就会可以证明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要证明什么 现在想想就觉得很荒谬 但是就是那个时候想要证明 我自己不值得被别人喜欢 或者是不值得成为他们的朋友 是 那你会伤害他们 然后看谁留下来吗 对 就是你会一直去挑战 挑战别人 你们的友谊 呃 对 然后到某一个时期之后 我就没有去清晓清 然后我都会说我在忙 或者是家里有事啊什么之后 就一堆借口 是 然后有一天就是照例 就是一样说就是有事不能去 然后 然后就在大概 因为我们清晓清是七点 那时候是七点到九点 嗯 是 然后大概八点多的时候 然后那个宜宴节 就是教会的一个辅导 是 然后就打电话说 诶 文悦啊 你在家吗 我就说 呃 在啊怎么了 他们说 我在你家门口 蛤 然后我就走出家门看 然后整个 他们把整个前少期都带过来我家 然后我整天就说 傻眼 什么意思 抱佳音 一定是抱佳音 你会被吓死 你一定会被吓死 你知道吗 对 然后他们就过来 然后就过来关心你说 就是 啊你怎么都没有来教会啊什么 超可怕耶 哇直接现场压力 现场压力 对啊但是 一方面是一个压力 可是你会有点小感动 对 就是他们没有忘记你 就是觉得 还是有人在关心我 是 然后好像 我也不是这么的 惹人厌 是 然后我就开始慢慢 从下礼拜开始就慢慢回去 教会 然后 就是大家都会很关心你 然后也不会一直问你说 呃 啊你不来是不是讨厌我吗 他们就是 陪你 然后跟你聊天 做你的朋友 所以在这个信仰的团契当中 你就得到了那个 爱的归属感 就让你就会 可以继续留在这个信仰里面 成为你一个很大的支持跟动力 就其实就会发现 信仰这件事情 它成为一个 你心灵的支柱 因为好像不论你做了什么事情 这些人他们都会陪你 然后上帝 不管你做了怎么样的事情 只要你肯回到他身边 他都会 在你身边 然后成为你的道路 成为你的光 是 所以我就是在这样不断挑战跟 陪伴的过程中 其实就是 会对信仰越来越简单 嗯 很感人 很感动 那如果你能 嗯 回到过去的话 你会想要跟那个时候的自己 说些什么呢 如果现在再回到那个时期的话 我会想要跟我自己说 就是真的不用这么在乎别人怎么看你 而是你可以去想想 就是上帝造你是为了什么 然后你可以努力的朝那个方向去走 就是做好你自己 然后跟上帝亲近 其实就会走出不一样的人生 是 非常的非常的感人 不知道各位听众们 在自己的人生 找到自己 然后甚至到认识 选择自己的信仰的这个过程里面 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最重要的是 不是我们怎么看我们 而是神怎么看我们 所以不妨 如果你在找自己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去想想 神创造你的用意是什么 就像常常主日礼拜聚会 神常常会借着讲员 可能引导我们去想想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的命定是什么的 意思是一样的 有时候 找寻自己的价值 并不是 嗯 这么的容易 因为我们常常 人就是非常非常的软弱 我们会可能贬低自己的价值 觉得自己 很很没有用 或者是我们不值得仁爱 就像刚刚问玉有讲到说 他那时候 陷入低潮的时候 会这样子的去想 会想自己其实 在友谊当中 其实是不值得 好像不值得仁爱 或是自己没有那么好 但是神创造你 你就是他的宝贝 所以呢 你是无价的 你是很好的 但是这个过程真的不容易 也很辛苦 那听了问玉的分享 祝福所有的听众们 能获得自己 属灵的一个 命定的恩赐 可以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找寻神 找寻神创造你的用意 然后可以再回应神 所以也祝福问玉在未来的路上呢 能够继续向前奔跑 然后走在信仰的道路当中 也祝福所有的听众们 能够在自己的生活日常里 或者是低潮里 能够好好的倚靠神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咯 我们谢谢问玉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